记住我的话 人情不讨 人情永远在 人情一讨 连本带立 统统讨关关 所以我们常常说 哈你呀 如果没有我的话 你会怎么样 大错特错 当老板的人 绝对 我很少用这两个字 绝对不可以跟你的部署讲 我对你这么好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不能讲这种话 父母不可以跟子女讲 我这么辛苦养你 你以后要报答我 不可以讲这种话 只要你心中有所求 你就得不到任何东西 父母对子女是应该的 子女对父母也是应该的 大家都在做应该做的事情 并没有投资报酬 这个不能叫投资报酬 所以你看有个企业家 公开在电视上说 我妈妈是最好的投资者 在我身上投资 却是侮辱她的妈妈 父母对子女 没有投资的观念 我尽我的心里 你要怎么样是你的事 子女对父母没有要求 你怎么样供应我 我都不在乎 我应该笑 那是我的本分 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 那整个就不一样了 一个人发达不发达 要有很多配套 太勉强得来的东西 终究是很辛苦的 所以我们现在学的西方人 说要快快快快快 我是很不赞成的 因为快快快快快 结果就是死得更快 中文人想法不是一样 就是我这一代能做多少 我算多少 我还有下一代 我下一代接力学跑 这样一半一半接下去 人会死 人类不会灭亡 不是说我们这一代死了 就没有人做了 你急什么 但是像西方那样 非我们这一代做完 人类会灭亡 所以我希望大家尽人力 以听天命 那我先问你什么叫天命 我相信在座很多人 对天命很有兴趣 但是绝大部分人都不会解释 天命就是一个人 先天带来的人生规划 就叫天命 那我今天要很清楚地说明 我们先天带来的人生规划里面 是故意给自己安排的很多困难 很多艰苦 目的是要锻炼自己的 不要忘记 如果你哪一天碰到困难 你会觉得这是我自己安排的 你就心安理的 可是你没有啊 你碰到困难就说 这本别人跟我找来的 你就很抱怨 你看小孩子太好命的话 他就不动脑筋 你会发现现在年轻人不太动脑筋 一天老人都说 你告诉我清楚一点 我就照你的话去说 那这种人还有什么脑筋呢 多少年轻人都跟我讲 我最希望我们的主管 我们的老板 把话讲清楚 我一定照做 我马上说他没有脑筋了 中国人就是故意把话讲不清楚 那你去猜 你脑筋就很发达 这才是训练人的方法 你讲那么清楚 你看中国的父亲最高明 小孩要出去 恶话不说 只讲一句话 要小心一点 他就对了 他永远对 你出去被车子撞到 他说叫你小心你不小心 你出去被小偷把钱包掏出来 叫你小心不小心 他总包嘛 就是小心你不小心而已 因为他讲的不明确 他讲的很含糊 所以他永远对 你要好好去体会一下这个东西 现在不是 现在因为受西方的影响 都是要讲很明确很确定 那经常错 你出去不要掉到水沟里面去 他回来说 爸爸你看 我都没有掉水沟里面 你让你讲 完了 他这次是被狗咬到 可是爸爸说要小一点 他就包括 不要掉到水沟里面去 不要被狗咬到 他一切都包在里面 你急什么呢 中国人告诉你 凡事 谨慎一点 小心为事 这没有错的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你会碰到什么事情 人有困难 才是正常的 一切很顺利 不正常 你要小心一点 所以当你很顺很顺的时候 你要小心 可能阴沟里要翻船 人都是在很顺的时候 才会出差错 因为你顺的时候 你就不用心了 你就认为没有问题了 不会了 吵那么多心干什么 最后回来才知道说 完了完了完了 你看每一个人 当他穷的时候 他都很小心 当他有困难的时候 他都很谨慎 可是一旦有钱 他就开始 不在乎 一旦有了钱 他就开始滥用职权 你可以去看 一个人处顺境 比较难 处逆境 比较容易 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所讲的 跟各位平常所想的 几乎很多是不相同 各位有没有发现 一个人 他一定要很专心 很安心 人家才会觉得你可靠 老实讲 老实做不做 动来动去 那你做什么 你到美国去看 为什么黑人的地位 始终不如白人 就是黑人 他一天到晚 晒个耳机 然后唱歌 这种人 能做什么 能做什么呢 但是我们现在都流行这样 糟蹋自己 你看结婚照 照到自己都不敢看 我问他 你照这个像 他怎么 他说我不知道 我说将来要给你小孩看的 他说啊 他就怕了 他说这种照片 怎么可以跟小孩看的 我说你现在才知道 那你为什么这样照 我没有办法 那个摄影师叫我这样 我就听到摆布 我说给人家钱 还被人家虐待 你有脑袋吗 就是今天的人 就是今天的人 什么设计师 他懂什么 最好叫你们两个衣服都脱光 你还付他钱 你笑话 大家有机会 到山西去走一趟 全世界第一条华尔街 不是在美国 是在山西附近的平遥 那条街上面 银行二十几家 通汇到全国 甚至日本韩国都可以去 他们一板一元 规规矩矩 现代化的银行所做到的 他都做到 我问你金库在哪里 现在银行金库要上锁搞半天 最后还是被逗掉 人家那个时候没有 那时候银行就在掌柜的椅子下面 挖一个洞 所有钱放进去 人就坐在上面 最安全了 有没有动 我在这里最知道 一张支票开出来 马上知道是真的假的 随时知道 他有很高明的防卫的办法 还有远来的客户招待所 他都有 凡是你今天想到的 当年都做得到 山西的晋商 曾经是全国最富有的商人 那里面也有胡玄的名字 因为当年他在金融界 也是非常有势力的 人家不敢收的银子 他都收 你看很多人一看银子 什么旧旧的 黑黑的就不敢收 他收 来路不明他收 最后很多大官都存款在他 因为大官最怕的就是 他的财产暴露 那存在他那里 他又不要跟你登记 他又不怕你 钱从哪里来 他又不会告诉你 你有多少钱 最保险 他有很多那种思路 是别人想不到的 就是他很安定 他很专心 他没有一天到晚听这名音乐 他没有 所以大家很相信他 他养成了很多好习惯 这个才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谁教他 没有啊 他自己学来的 其实你到处都可以看嘛 有好榜样 有坏榜样 你就学好榜样就好了 现在不是专学坏榜样 那你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的 他在杭州 那么漂亮的地方 他不跟外面接触 所以他的老板很欣赏他 每天起来 所有杂事都他做 他宁可多做 不会少做 因为他的想法就是 我多做多学习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一种观念 就是说老板给我做更多的事情 我不会要求更多的报酬 因为我从当中 获得很宝贵的经验 我就够了 但很多人没有这样想 我为什么要多做 我又没有多领钱 要多做 就要多给钱 那老板最不喜欢这样的 西方的管理 叫做同工同酬 你给多少钱 我就做多少工作 你有多少表现 我就给你多少钱 中国人不是 中国人是人者多劳 你比较能干 你就多做一点 他比较不能干 他就少做一点 钱拿的一样 没有说多做就多拿 没有就回事 他是两种不同的思想 侯玄 他并没有说我要多要钱 他说我多做 就是多给我机会 多给我磨练 我就多学习 我就多得经验 所以他怎么都做 他一点不计较 而且 有什么事情 不用人家吩咐 你看现在年轻的人都说 你没有讲啊 你样样有人家讲 一个很机灵的小孩子 他站在旁边 他自然会看 他自然会去做 像我们这个年龄 从小就是这样训练的 我绝对不敢问我爸爸 爸爸你要不要喝茶 我绝对不敢 那最起码 骂半个小时 你要到就到来 还问我要不要吃 这样才对啊 我们看看 爸爸已经半个小时 没有喝茶了 自己去端茶 端在他桌子上 不敢问说你要不要喝 哪里敢问 现在没有啊 爸爸你要不要喝 不喝啊 不喝我要出去了 等等要喝你自己到啊 讲得很清楚 这奇不奇怪 这奇不奇怪 凭什么晚辈可以跟 长辈人 把话讲得很清楚 凭什么 这是不应该的事情 只有长辈可以跟晚辈 讲得很清楚 晚辈没有权利 跟长辈讲得很清楚 没有 一个人擦颜观色 自己知道该怎么做 大家都很愉快 你看老一辈跟庙 他很口渴 你到给查查 他还说我不渴 我不渴 老平平喝 对不对 你要好好去了解 这是中国人的人情世故 这跟外国人不一样的 那当然是我们的 比较有智慧 你好好去体会一下就好了 一个人 先想到自己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我不需要这样说 人不自私 是天诸地灭 但是下面那就很重要 人一自私 也天诸地灭 你不可能不自私 但是不可以自私 你想完自己 赶快想你旁边的人 赶快想你左右的人 这样一步一步推出去 你就无愧以心 你就心安理的 你就得到好事 这时候你赚太多的钱 你就不怕 人很简单 你要人家快乐 跟要人家快乐 其实是举手之劳而已 我相信这个故事 各位听了很多 楼上楼下 楼下的人很穷 但是呢 很愉快 工作时候也唱歌 楼上是富翁 根本就是快乐不起来 整天愁那个钱 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有一次他就发牢骚 有钱有什么用 这么痛苦 人家没有钱 一天到晚笑哈哈 还可以唱歌 他的朋友就说 你想快乐 你想让他不快乐 太简单了 你现在把钱给他 我保证他唱不出歌来 轮到你唱了 他说真的 他说你试试看 他马上把钱拿给得下 从此底下 一个歌都没有了 轮到他一直唱 你没有钱还怕什么 唱 有钱就唱不出来了 其实很容易 钱重要不重要 一条线 当你没有钱的时候 钱非常重要 当你钱够用的时候 钱一点都不重要 我希望你把那条线 把它抓住 不要那条线一直往上走 那条线一直往上走 那你就贪得无厌嘛 你这个人就贪得无厌嘛 够用就好 多了痛苦 不够麻烦 而且那条够了 其实是每个人不一样 每个人不一样 也不需要一样 为什么要一样 你认为这样够就够了 他认为不够就不够嘛 要彼此尊重 不要求得一致 也不可能求得一致 有很多人 一有钱他就想做别的 一有钱他就改变他的初衷 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你看多少人 最后是便捷 这一便捷就整个完了 人生就在乎那个 一以贯指 从头到尾 都是这个目标 那才男人可归 因为中国人警觉性很高 所以怀疑心很重 我们很会怀疑人家 就表示我们警觉性很高 怀疑别人 是没有错的 但是不经过调查 就推论是不可以的 我已经讲很清楚 我们怀疑 我们要去调查 我们很仔细去看看 如果不应该怀疑 我们就不怀疑 应该怀疑 那最后 表示我们不会上当 这样就对了 是中文事情 他老是这样 走两条路摇摆不定 他是有道理的 就叫做兼顾 两边都兼顾 他有钱以后 其实他生活也很严谨 他也知道 他一奢花以后 会变成晋朝的失从 后果是不好的 但是因为你 家财多了以后 很自然的 别人看起来 你就是奢侈了 你很难避免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 是比较得来的 在你认为 已经很好了 但是别人看起来 你就是奢侈 上一次我在电台的时候 有人问我 说为什么 有的人 有那么大的气魄 可以发年终分红的时候 给那么多股票 给那么多钱 这样好不好 我是这样回答 我说如果你 坐电梯困在里面 人家会同情你 会帮你忙 我也可能 但是如果一个很有钱的人 被困在 电梯里面 报纸啊 电视啊 重复的报 大家看了 真的很开心 会不会 会 为什么有钱人 被困在电梯里面 我们就很开心 为什么有钱人摔跤 我们就哈哈大笑 是什么道理 为什么有钱人 风水被破坏了 我们都齐身叫好 活该 是什么道理 不是中国人 见不得人家好 不是 而是你太没有 顾虑别人的感受 老家 你关起门来 你要花几十万几百万 那是你家事 你不应该在电视上 说说 你看我就是这么有办法 最后一定报应 一定有报应 而且是不好的报应 上天对女人 是很优厚的 女人可以改变三次 男人一次都没有 你看女人月经来的时候 就是她要改变体质的 最好的机会 会做妈妈的人 要在女儿来月经的时候 就去调理她 本来长得不好看了 现在会变漂亮 本来长得虚弱了 现在会比钱壮 第二次就是生产之后的 坐月子 会把你整个体质改变过来 我们都没有注意到 女人一生有好几次 可以改变你自己 这是男人没有的 像这些事情 做爸爸的 比较不方便 去跟女儿讲这些事情 妈妈就应该 好好的去教导她 日本人是讲得非常清楚 她说母女之间 应该无所不谈 这才是好妈妈 我后来看到我女儿也是这样 我女儿每天晚上 跟她的女儿 小女儿在一起 两个人谈都没有完的 我去问她你们谈什么 她说我养成习惯 让我的女儿 把她今天从头到尾的事情 都讲给我听 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 她说这样我就很放心 因为我对她完全了解 从小养成习惯 做女儿的 事无大小 原原本本 老老实实 都跟妈妈去谈 妈妈就可以随机教她 很多很多的事情 这样的话 做妈妈的很放心 做女儿的 她就可以学到 很好的东西 母亲跟女儿 充分的沟通 你就会对她 影响很深刻 然后母女就会心连心 我跟你讲 儿子永远不如女儿 那么贴心 有一句老话 大家都很清楚 没有规矩 你就无法成房源 一定从规矩开始 你才能变广 有什么事情 我去摸摸清楚 这是最后 我们经常 不去搞清楚 然后就去传话 就弄得自己 没有信用 从现在开始 先从基础做起 没关系 任何人我赞成你 从现在开始 你从基础做起 你可以进展得很快 就够了吗 从现在开始 所有人的养生器官 任何事情 先正真的 看得清楚 这是重要的 我们不是 来个一句 吃我了 就开始叫 找我了 火炸都不得了了 整个双方了 其实 根本没觉得回事 我们很浓烈 人缘一缘 然后跟着推波柱廊 搞到最后 自己没有信用 我希望各位了解 信用是人生的第二生命 它是第二生命 第一生命是健康 第二生命就是信用 第一个人没有信用 到最后 那个结局是很可怕 因为你讲什么话 人家都不相信你就惨 你看很多人说 这么多 对方好像不动一动 我告诉你这是真的 对方也是不动一动 我保证是正确的 他还是不理会 是不是很长 信用 是人生的第二生命 那我问你信用从哪里来 信用从哪里来 信用从你自己 不断的坚持而来 你讲完话以后 你会发现 中国人经常给你擅盘条 经常给你擅盘条 中国人用 将反擅盘条来查证 你是真的假的 介绍对你擅盘条 很多人上当啊 你会说 那装盘条是否我看错了 那你教导了 但是你要合理的坚持 你一定要自己搞得很清楚 从现在开始 不要人缘一缘 不要道听徒说 就跟着传播 就搞得天下大乱 不要 你听到 你听到这个话 你自己敢一看 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 他就算是罗 还要问问别人 是不是这样 因为你看了 跟他看过讲都不一样 而且你要把不到 你去讲的时候 他也会去讲 你讲的跟他讲的不一样 两个都说话 两个都说话 装盘是很聪明 你告诉他 他就怀疑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你不告诉他 他也怀疑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告诉他很坏 你就怀疑 你这么早就告诉我干嘛 你比较迟告诉他 他说 为什么你先告诉别人 不告诉我呢 这是很厉害的 你从这个差异性 你就可以抓到真相 你就可以抓到真相 你看他每次看到你 都怕慌张张 你就开始怀疑 看了我有什么好慌张 可见灵魂都是你骗过 他每次看到你都很多叮 你怎么看 每次看到我们就装着很多叮 可见他也在骗过 你从来就非常有意思 过一不及 过一不及 都不行 都不行 所以我现在要讲一句话 在中国社会 你一定要经得起考验 你一定要经得起考验 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不断的考验 都在不断的词探 我就是在这种环境长大了 所以我们要接着去考验 你才有前途 从现在开始 从实实在在 重新来过 没有关系 一个人 要改变个性是很难的 你很容易生气 你就让他生气 也没关系了 你能做到不断鸡吗 我不相信 但是呢 你可以改变习惯 只是我知道我个天很不好 我批钱烈 我不能骂人 骂人都是人家受不了 那怎么办呢 太简单了 当你要生气的时候 你就回办公室 你就让自己冷静一下 你还是忍不住 你就拿一张纸出来 准备写信 骂那个你想骂的人 都可以吗 你不要帮忙骂 我写信骂他 然后在下面 你就什么恶意的话 不可以写出来 写到最后 不用马上寄给他 压你压 过两个小时一看 小话 这种小时间 值得话他不大力气吗 就失败了 就没事了 你可以想出各种方法 来帮助自己 过发力气 而不是说我要改 你永远改不掉 跟他分享 改就掉成怪 改了几百次了 还是这样 还要改 不要改 想办法转移 我看到很多人 他一想把笔记 看得出去一阵 哪怕到附近公园溜一溜 他回来很没事 人是情绪 而情绪会起伏 我建议各位不要马上反应 我们现在人都很喜欢马上反应 叫做立马有表现 你立马有表现干嘛 这能害死自己 我们都反应很快 但是要让自己反应不要那么快 你就成功 所以我一直在跟很多人讲 当你受到什么刺激的时候 不要用嘴巴反应 千万不要用嘴巴反应 用嘴巴反应 那种话都是不好听 不好听怎么样 大家就慢慢的 有疏离感 然后人家对你 就保持均匀 你就得不到人家保住 从现在开始 有任何刺激进来 第一招 嘴巴闭起来 可不是张开 一张开你就会讲满天的话 闭起来 闭起来 那个刺激就会上升到脑壶 然后怎么样 你会想一想 这有什么好看 把你气息 值得我这样做吗 然后你再反应出来 你就不会那么样激烈 先让自己冷静下来 再反应 如果你觉得只要他在这里 我就是安安不住 我就没有办法 这么简单吗 你恶话不说 站起来 出去走一走 就没事 没有办法走 怎么办 那你就这样 你就 拿起子来 就在子上 凑满台阵 千万记住 骂住 骂完 不要马上记 就是不用马上反应就好 一个人 要求自己反应不快 不是好现象 有反应 马上表现出来 还是自己 最好的办法 就是说 我用转移的方法 去转移 人与人 千万记住 只能用脸色来暗示 不能给人家脸色看 我想就这句话 你可以用你的脸色来暗示 说我不太喜欢 你可以 暗示可以 但是白给人家看 但是不可以 人家干嘛看你脸色 你就没有必要看你脸色 你的脸色 透露一些资讯给他 他会很感谢 你把脸色给他看 他不必要 他不要接受 你摔着头 我来看你脸色 这太远了 脸色的变化 只能够拿来 传达你 很难用嘴巴 说出来的意见 他比如说 你的领导 有什么指示 你是在 不愿意接受 你就这样 好像 从你扣你就了 你不要讲什么话 他看懂呢 他自然 会决定他 要不要接受 我想 我讲到你 就是我们要把 决定权交给对方 什么是交给自己 你无权 去决定对方 对方能不能决定 看你愿不愿意接受 他们决定比 其实话讲起来都非常简单 但是你要不要把讲成习惯 反是 讲究伦理的人 他只有一个 就算我不可以 把我所有意见 自己的两张说出来 我不肯 那就是目无尊长 那就叫做目无尊长 有话之说 有话实说 就是没有伦理 因为你目无尊长 你只会有这样的改变 你很快就会修养好 听清楚 当你 不识了以后 你就开始 要学义变 我对方说 那个道理 就是说 你不够务实 你就不要 什么硬变 那就乱变 一个不务实的人 去变 就叫乱变 一个务实的人 去变 就叫硬变 硬变 又乱变 你要分清楚 原来为什么同样的变 变得人家的高兴 就是因为你 变得很合理 你原来的原则 没有否万良 你去变 当然可以 有些变得大家都很不高兴 就是因为你变到最后 你原则都变掉 那还得了 中文人总是原则 因为原则是根本 原则不能变 方法可以变 基本态度不能变 但是应对的方式可以变 讲过有所变 有所不变 先学有所不变 再学有所变 比较踏实 搞不懂有所不变 就开始去追求有所变 天下大乱 所以我们目前呢 都在讲求心求变 其实非常不合适 非常不合适 变 是指那些守得住原则的人 你才可以放心的让他去变 一个人连基本原则都守不住 你将他变 大家都很感动 这样各位才知道 我们中国人挑小孩 只要告诉他 不能乱变 我们从来没有教小孩 只有经经变 从来没有 因为这后我都很清楚 他一乱变我讲你就完了 不要乱变 他站在不要乱变的你想来变 他就会变得很合理 接着我第二个建议 从现在开始 当你很故事之后 你就开始要应变 怎么应变呢 先想不要变好不好 故事先变 先想变 你一想到变了 你就乱掉了 各位一定要小心 现在的人跟以前的人 是有任何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 以前的人 你看到他 就给他一个贪货 他很快就 不然对他就赛 他很放心 现在谁敢 现在人家是一个贪货 你敢吃 本个奖金 因为一次就会迷溜 拿全身东西被他拿光 你还敢吃 以前的人 我们看到的人 我们是在没有台中的想法 就是说 拿出一个盘子给他 他就吃了就很高兴 现在不行 现在你要请人家吃糖果 你知道我的方法 没有错 把一个糖果拿出来 先看一看 嘴巴还要讲 不错 还很新鲜 还没有过期 都讲给他听了 要不然你发神经 你要是不吃你自己 还去讲的 然后拿一拿 这个包装还不错 还没有漏 就告诉你是新餐工的 你不要以为说 这是假的 或者是什么 我吃不完 吃不完给你的 对不对 他会经常放心 然后东方西拉 拉不开 最后拉开了 不能拿给他吃 不能 自己先吃一个 没事哦 然后看看过三分钟了 大概没有毒了 来来来 你先吃一个 他马上就吃 然后不吃才过 这就叫人际关系 为什么叫人际关系 只要你那个过程 很合理 人家对你会相恋 要不然的话 你难怪 人家怀疑心很重 你要变 要变到 大家很乐意接受 你就成功了 变到大家都怕 变到大家都讨厌 变到大家都不敢接受 你就完 你看产品 产品的创新 有80%是不成功的 所以不要往往直说 创新创新 创新风险性非常大 但是不创新呢 不创新死路一条 会不会今天就充满了矛盾 今天到处充满了矛盾 不创新 准备死 一创新 一会死 那这是很大的风险 所以一定要小心翼翼的 去应变 要小心翼翼的 去创新 翼翼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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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罗伯都是 少量的 试试看 看看反应怎么样 再调整 然后做到很有法复的 才推出来 才量长 它这个有个过程 这非常重要 人际关系也是这样 你会发现我们到最后啊 我们跟每一个人关系 这个来源 希望呢 是一时梦人 因为大家都是上帝的 兄弟姐妹 所以我跟你 跟上帝是相等的 没有什么亲疏的分别 中国人不是 你看中国人 看到熟人他会笑 看到过程人 他马上翻新年后 外国不是 外国看到熟人都笑 他笑不是真心的 他是礼貌 所以很多中国的男生 看到美国的小姐对他笑 他因为说 哦哦 这个人很忠于我啊 其实他只是对中国人都笑 他那里对英国人笑 他不会错意 中国的一样 中国你看 打电话 最容易探索中国的热情 你是谁啊 他说什么人 啊 是你啊 行 马上变两个人 别怪了 这个人声音听不出来 你谁 好了 有了 奇怪 一听就声音 马上听不出来 客气什么就这样 我们永远是 亲疏有别的民族 这个没办法 所以为什么说熟人好办事 就这么简单 希望人家办事情 他看谁有专业 你去办 中国人家办事情 看谁有关系 你去办 他不管你什么专业 你看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就见过了 哎 我们这里边 有哪一个人 跟那一关 有关系的 有没有 你说我有关系 什么关系啊 我跟他 是亲戚关系 马上请你来做发威 马上去做发威 就是你 对不起 全靠你 可是呢 他会使你 是真的这样 他是这样 你跟他通过电话 先试试一下 接着你拨电话 躺到他边看 我通了 喂喂 然后嘴巴也问了 我是毛宝宝啊 对我说啊 你说我是什么人啊 对我说嗯 你就知道了 吹一流 你看 嗯哦啊 什么亲戚关系 亲戚关系 说您懂啊 你从我呢 回去 做原位 我说这个是现实的 这没有现实的 有关系 上来做 搞错 下去 然后对你讲 以后讲话小心一点 不要这么吹 心想破产 你经不起考验 你经不起考验 谁能说 那个人做 他平常没有练习 我跟他是亲戚关系 让你上来 但我没打电话 是可以 各位打电话 是要练习的 你拿起电话来 告诉他 我是北京 你先说我是北京 因为我们这里面 有很多光碟在里面 磁盘在里面 他这样忙碌 你说我什么 我都人家 找不清楚你是谁了 我是北京 他马上放赤坛一碗 放到北京那个盘子 北京他忍真是一个人 马上说 你这都是我啊 不能了 你看 我才说北京 他马上知道我是谁 关系过吧 来来来 再做三面 再做三面 中国就跟你不要 非常面 你经不起考验 你就得到你英勇的尊重 不要讲废话 我们都在讲废话 讲废话 话会到最后就是不一定要自己来 平常要两层喜怀 否则到时候一定吃大可以 平常很务实 不受规划 不乱手法 简单不掉 抓住一样眼 然后你应变起来之后 你才知道这是要讲废话 那是要讲废话 对不对 很多人天天就吃这个鬼 其实他很认真 他很负责工作都很好 但是始终跟上级的关系就是不好 很简单 他的上级 打电话给他 他会问你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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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问你是谁 你还问我是谁 他会问你这个情形是谁 你会问这种人笨脑 就不进 但你有什么关系呢 搞得半天还是谁是谁 你想天底下有谁会讲这种不好 只有你顶破上师才会讲这种不好 你还在问你是谁 他有更惨的 对不对 他会打电话来 玩个电话去吃饭 你还会问你是谁 他问你你还是谁 你就玩 你说我玩回家 你看试试看 你还有晚饭吃 我都不相信 接着自己跟自己找麻烦 关系就是这样破坏就好 不整个破坏 怪人怪自己 没怪谁 一个人一定要实实在在 但是下面那句很重要 一个人只知道实实在在 你永远没钱 但是我要警告各位 因为我看过一本书的封面 我这个封面我看不惯的话 我们不会去翻书 那本书的封面书名叫做 做人不能太实在 我非常反正 那个绝对不能当书名 可以当书的内容 不能当书名 当书名会害死很多人 做人一定要实在 怎么可以不实在 站在实在实在的立场 难不实在 这样才对 一开始就不实在 你就完了 所以很多时间 差那么一点点 那就不得了 做人一定要实在 站在实在实在的立场 难不实在 你看你跟人家 一个人实在立场 你偶尔讲些不实在的话 人家会觉得 你一定有原因 他会让解 你不会春天骗过 如果你一开始就不实在 你让人家感觉 你一定有不实在 那你所讲的 都是偏大 对你是很残酷 我们要给人家 一个很实在的印象 难过你去变 大家都会觉得 你一定有原因 你不是乱变的 你一开始就变下 一个不实在的观念 你一变 你也就能乱变 又乱变 这个差太远 硬变 刚开始 十次你发射是不对 变不是那么容易 变是高度困难 你看你不变 他们是 一变就来嘛 因为你就是变 你打捏到那个度 很难对方满意 那是高难度 那就叫做高难度 人 他很喜欢变 但是他对变的要求很高 你变得合理 他非常高 你变得不合理 他很难接受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怎么办 同学都会想做办法的 不可不变 不可乱变 讲起了东西 怎么做 中文很厉害啊 我觉得中文真的厉害 中文他用调整来才去变 这个是最高 所以你看两个中文经常讲这样的话 自己听一听 他首先划辣 你们这个人 怎么讲话没有信用呢 中文不骂他 你讲话没有信用 他说过神 我怎么没信用 我做有信用 我哪里没信用 我说这样就是这样 我从来没改变过 中文不接受的 人家说到没有信用 这个人觉得 你没有变 那你在干什么呢 他说我在干什么 我在稍微调整一下 我那里有变 中文就是利用 不知道有条件 整个都变得了 我还要变 你慢慢去体会 你一变 对方不高兴 你不变 大家都不高兴 第九六 稍微调整一下 来试试看 对方的方面 反应好 再调整一下 反应不好 再回来 所以什么中文老师 要反应不变 我们经常脚踏两只脚 两只船 给人家用气墙来的感觉 就是我们的调整 再调整 你用调整 来代替变 是什么意思 就是由 逐渐的变 到突变 由量变 到质变 这个我们最拿手 这个我们最拿手 我逐渐的变 慢慢变 你就很容易失忆 一下子变 你就很难失忆 一个人 先学实实在 再回回去 然后开始应变 从这应变当中 去磨练自己 磨到有一天 这是最高端的 人体关系的最高端 就是一出手就命中 不轻易出手 不轻易出手 一出手一定拼了 有很多很老年的人 他不轻易讲话 可是他只要讲一句话 他就很大的效果 他不轻易出手 一出手 对方一定跑不了 那是高难度 我们不要要求自己那么高 我们现在第一个要求自己 你能不能给人家一个很实战的感觉 对不对 假定不能的话 赶快从这里去修 如果你已经领了一个可以信任的感觉 你才有资格去变 要变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站在对方可以接受的程度来变 而不是变到对方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 他就可以反应 各位 人与人之间 靠的是一个字而已 不是权 而是事 所以我们说中国的事例 为什么事例 因为那个事很厉害 行事绝对比人强 他的事在哪里 你不能不服他 他的权在哪里 你还可以夺他的权 所以中国人说靠事 他不靠权 他不靠权 你看为什么爸爸在子里面前 他可以不说话 就可以智慧得动 就是他闲事的人 儿子看到爸爸总是替爸爸想 爸爸不讲话 都会觉得他为什么不讲话 哦原来他是告诉我做什么 不讲话比讲话还有用 但是另外一个人站在旁边 那你要杀什么 是你的事 你杀对你的意思 你这样子 他都不会赢 所以 人际关系 其实是六个字 前面两个字叫做布局 把那个局也复权 中国很大的关系 就是该叫布局 布局以后 就去找事 那事一出来 没有人敢就路 所以咱们路 刑事所及 没有人都抵达 但是最后一定要白平 我们现在很多人不想申请 我不想你想不想申请 我不知道 太多人跟我反应 那个我们现在退休年龄 已经降得很低很低了 以前就说我巴不得多干几年 我不想退休 现在我在等 能退休我赶快溜 这也是社会上一个很不好的现象 你看我们现在退休年龄是越降越低 这不是好现象 中年人游手好翔 这社会一个大问题 怎么样勤教 尊过凡提出两个字 教化 我必须要说明 现在人只懂得教育 完全不懂得教化 我们现在没有什么教化 只有教育 所以一天到晚就讲教育 教育教育 我们很少人会体会到什么叫教化 这个化字很难 化字就是所有人跟你在一起 都会不知不觉的 受到你的潜移默化 受到你无形的影响 而他自己去改变他自己 不是你硬性规定 不是你逼迫他 不是你立下规矩要求 不是你考核都不是 他反正跟你久了以后 他妈妈跟你一样 这个就叫化 这化是很难的 以身作则 其表率的作用才叫做化 不断的用口头上讲道理去教导他 就算是苦口婆心 也只是教而已 所以教化就是金师 还要兼人师 才是真正的好老师 第二个 他每一个人都要甄别 他见过一个人以后 他事后就会有一个记录 就好像我们现在说 来个客户 你就要做客户的资料表 一样的道理 他见过一个人 他回来 他用几个符号 你看 凡是打三角形的 就是这个人不能用 不能用 凡是打圆圈的 就是这个人可以用 凡是打两个圆圈 这个人很好用 如果一数或者一点的 就是根本不要谈 打入人工 他有嫉妒 就是不要让脑筋混乱掉 清清楚楚有一笔章 我问你 你现在会这样做吗 大概不会 因为人家只专门要偷你那本 那你一曝光 你就得罪所有人 所以很多事情呢 我们必须要看当时的情况 来做实力的 合理的调整 我当预备军官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的军官 我们的主管呢 专门考核我们 每个人资料啊 写得清清楚楚的 然后我奋发到澎湖 从高雄出发又去澎湖 要上船的时候 那个主管集合我们 各位 坐船是会吐的 会昏船的 你们给我小心 像我这样子啊 坐这么久的船 我才不会昏 你们会有晕船的 结果一上去不到15分钟 他吐得一塌糊涂 我们好像没有一个人运船 那么运船 总要找事情做啊 就把他个人资料偷出来 因为他都不知道了 一看 哇 你说我这样不对 说我那样不对 有一笔 一笔有一笔 我再说一遍 以真果凡的声势 他写那个 他够分量 我们一般人 要特别小心 你坐那个船出去 有时候是笑话 有时候是笑话 每一个人 要斟酌自己的状况 你该怎么做 你自己去衡量 去哪里 他把所有人才 分门别类 各有专精 因为他需要嘛 他有这么大的需求 而且他有这么好的 推荐的权 第三个 保举 办大事 以选拔替手为优先 再告诉我们 其实各位 这一点是可以做的 你当总经理 你跟所有的部门主管都讲 你们要升迁可以 你先把 接班人跟我培养出来 你接班人培养出来 我认为说 可以大家认为 何事 你就提升 他就上来了 否则的话 你最好留在那里 这个倒是可以做的 所以 当时 李峰章啊 左宗棠啊 独有 三个大学校长 他敢请钱木 钱木完全没有学历 钱木是完全没有学历的 就把他请来当大学教授 现在谁干了 活力谁干了 大陆最近 大陆最近就发生一件事情 有一个教小学的 所有家长都说他好 社会人士都说他好 就希望他去教中学 但是就是不合格 闹得很厉害啊 然后就说 你们这个法令算什么法令 像他这种人才一个破格溜用 所以这就是说 一方面告诉你 要守规矩啊 一方面告诉你 不能死守规矩啊 一方面告诉你 要有制度啊 一方面告诉你 这制度算什么啊 都对了 我都是从社会现象 我去归纳出来这个原则的 我们现在是学历至上 有那一张学历 不管你有没有实力 他都无所谓 但是没有那个 你就很难突破 这就现实问题 凡是破格提升 一定有人跟你打问号 你是不是手红包啊 他是不是走后门啊 是不是上面交代的啊 还是怎么样怎么样 讲一大堆 可是你不破格的应用台 我你看 没有眼光 没有破例 很难做 真的很难做 具体的方法 他都写得很清楚 第一个叫刻读 就是鼓励大家多学习 向古人学习 向金人学习 花很多时间做学问 他自己真的做到了 他没有一天不读书的 曾骨发没有一天不读书的 第二个 要历练 其实历练最好是用磨练这两个字 比较好 很多只有力 没有磨是不行的 要经得起磨 磨了以后 你才有很深刻的印象 你才有 丰富的经验 最好是磨出几层皮来 那你这个人就了不起了 在实际工作当中 接受磨练 涵养你的性情 增长才能 而且还要对症下药 给他培养 给他教导 好好任用他 可这样要招牌一个人不简单 真的不简单 你要用很多的心 第三个 严传生教 每一天的严行举止 都要以施表的立场 然后对所有跟随他的人 都做出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 这三点通通以什么 以关怀爱护做出发点 他是为他好 而不是为他自己好 不是说我现在有人可用 而是人才难得 要给他有发挥的能量 跟我没有关系 要能够做到这一点 才是大功无事的 曾果凡家训的八字绝 你看早 一定要早起 因为自然的规律就是 早睡早起身体好 一直到老还是不会改变 曾果凡他出生农家 所以他早起很习惯 可是李逢章就不一样了 李逢章家里很有钱 他不会早起的 所以李逢章刚刚开始跟曾果凡的时候 曾果凡是规定早餐要一起吃 这样才有团队精神 可是李逢章就是起不来 每次都叫人去找他 他都推迟 我肚子痛 我昨天晚上睡太晚了 讲一大堆理由 曾果凡怎么做 曾果凡 有一天早上 他就派三个人轮流去 请李逢章 请到他来才开动 他没有来 我们通常不开动 结果李逢章到的时候 很难为情 曾果凡没有讲他 但是也没有表情 一句话都不说 就这样默默地吃了 各位就那么一次 李逢章从第二天开始 天天都准时到 没有一天会吃到 你骂他有什么用 可是你不讲他行吗 去问这种方法 其实夫妻找教最好的方法 也就是用这种方法 不说话 一说话就完了 那时候怎么说都是不对的 不说话就是不说话 那自然他就慢慢缓活下来 他就会解开 那个瓶颈 那时候讲话都是多余的 你开始说对不起 他马上说对不起 几次了 几次了 他一定讲这句话 那你很气还要讲几次 就这次就够了 那又吵得更厉害吧 不该讲话的时候 不讲话其实是最好的方法 但是李逢章要离开的时候 也跟曾果凡讲了一句实在话 他说你什么样我都佩服你 就是要勉强我们一起吃早餐 那么早起 能不能有点弹性 你猜曾果凡怎么做 曾果凡马上答应 可以 从明天开始 取消早餐 下面那句话他们也说 各自料理 所有人都骂李逢章 你不说话我们天天还有公家的饭吃 你走了以后我们要花钱去买早餐 把他逼回来 又去找曾果凡 我那样建议不对 还是回复早餐 这就是他一套带人的方法 各位我们学历史就是要学这些道理 然后实际上来应用 活学活用才有意思 我一定要有能力 我有能力一定要表现 我一定要有作为 我的作为要让人家知道 我要有办法 我要有魄力 都是有 我们忘记了 我们的人力是很有限的 而所有的思维 所有的事情都是做不完的 永远做不完的 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 就是一句俗语 讲得最清楚 但是我们就忘记了 哪一句话 抓了一只老鼠 跑掉了一只羊 跑掉了一只牛 你伤识的太多了 现代人都已经开始在反思 工业革命好吗 当然有它的好处 但是坏处太多了 商业挂帅好吗 当然有它的好处 但是弄得大家满脑子 都是钱钱钱钱 好像什么都没有了 那人是钱的努力吗 我们现在动不动就说 政治经济分离 做得到吗 我们说什么都要量化 你吃饭有没有量化呢 标准化 那标准是谁定的 市场化 我请问你的市场在哪里 是谁在决定的 我们这些话 讲了半天 你只要一冷静 你就知道通通经不起考验了 都是拿来骗别人骗自己 然后骗到大家团团转了 中华民族的 一经的道理 应该是二十一世纪全球化最有效的途径 而老子跟孔子 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一经 两个对我们来讲都非常重要 因此 作为一个现代的中国人 我们要如道士三合一 天之道是利而无害 圣人之道是无一而不真 这对现在人有多大的欺望 让我们共同来遵守 天之道圣人之道 对地球存的发展 一定是正面的 积极的 有价值的 这才是我们中华民族 在二十一世纪 对全人类最伟大的贡献 六四四卦 它是把所有的 我们所能够碰到 其实西方也在讲 situation 也在讲这个情境管理 我今天很坦白讲 西方最近很多很多的管理 新的理论 都是从我们意境里面 把它引申出来的 只是它还不够全面而已 六四四卦 就是把我们所能面对的 各种不同的情境 归纳起来 不外是六四四走 那为什么六四 为什么 因为有一个八十二十定律 你要掌握到百分之百 那是不可能的 而且成本太高也没有必要 所以你就要掌握到八十就可以 那百分之八十 八十 里面的八十正好是六四 已经最妙的就是透过像 来满足我们眼睛的需求 因为人比较相信自己的眼睛 所以我们对树比较难掌握 因为树是看不见的 树是隐形的 所以我们说心中有树 只有心中有树 你所看到的数据几乎都是假的 这一点我提醒各位 你所看到的数据几乎都是假的 这样各位才知道你问外国人 那边有几个人呢 他会很仔细看 五个他就跟你讲五个 中国人不会这么费劲 所以中国人比较长寿 那边有几个 三五个 他就讲三五个就好了 我讲五个干嘛 五个到这里跑两个不是三个 那我糟糕了 中国人的数字它是活的 它是有弹性的 我们很少讲得很固定 因为我们知道一切一切都在变动 你不要逼死自己 所以凡是把数字讲得太准确的 都要小心 中国人不是不准确 中国人是应该准确的时候才准确 不需要准确的时候 你看我们现在又在人口普查了 因为我们到今天为止 没有人知道中国有多少人不知道 外国朋友常问我 你们中国现在多少人 我说大概14到15个亿吧 他说零头就两个亿 那你们又算什么数字 你算什么数字嘛 外国人很火大 我说本来零头就两个亿 对不对 人家外国人死脑筋啊 小孩一生下来就去申报 中国人那么急干什么 过两天再急 结果一过过一个月 去申报说你就要罚款 什么罚款 前两天才申的 他马上因为罚款 他就延后两个月出生 我说这有什么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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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人家在干什么呢 前不久还发生这样的事情嘛 有一个人要签户口 到那个单位去办手续 他电脑一打 你死了 他说我站在这里什么死的 那没办法 指标说你死了 我什么时候死的 五年前就死了 五年前是我妈妈死的 你妈妈还活着 你搞错了 他说不是我可以硬的 不干我什么事 那谁可以硬的呢 可以硬的呢 死了 这才是我们的现实面 我请问你 你怎么办 你根本没有别的办法 我们不是麻麻糊糊 我们只是麻麻糊糊而已 麻麻糊糊跟麻糊 是绝对不同的东西 麻麻糊糊就是 刚刚好才叫麻麻糊糊 你看你写字写得很漂亮 你写字很漂亮 没有了 麻麻糊糊 麻麻糊糊就是勾好了 才叫麻麻糊糊 我们现在很多话 根本就搞错了 不能麻糊糊 一定要麻麻糊糊 你什么时候把这都搞清楚 你就进入了益经的情境 他这个大情境 下面这句话 是至关重要的 欲为君子谋 不为小人谋 欲君是替君子做事情的 你小人再怎么经 到最后都是一败土地 都是一败土地 所以有人说很灵很灵 其实是品德好所造成的 不灵不灵 那要怪自己 不能怪别人 大家可以看到 朱子 他是很有名的儒家 有一个人 请他去看风水 他就很认真 看了一块风水宝地 那事后有人跟他讲说 老夫子 你这样做不太对吧 那是个小人 你也替他看这么好的风水 他说他是谁 我不知道 问题是我答不答应 我如果答应看 我就要认真 替他看一个风水宝地 他说那你这样的话 不是帮助坏人吗 他说不会 为什么 因为我看的是风水宝地 但是他 家用的时候他发不了 他发不了 那是他的事 福地还需要福人居 你在好的地里 人不好还是发不起来 中华文化有糟粕 我始终认为 我用我研究40年的 心得 向各位保证一句话 所有老祖宗所讲的话 没有一句话是错的 是我们解读错误 是我们实践错误 而不是他错 我举个例子好了 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你看传几千年 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没办法 人非自私不可 先想自己才有办法想到别人 没有这回事 这不合道理 不合的道理怎么会流传那么久呢 可见我们读错了 完全是我们的错 人不为己 那个为要读成为字 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那个为就是做出来的意思 人不把自己的天性 不把自己的道做出来 天诛地灭 就一个阴念错了 整个错了 这是我们 言还子孙 应该每个人都特别警惕 我们经常把责任推给这个 推给那个 我们忘记的 孔子告诉我们要反求自己 我们忘记的老子告诉我们 一切都是先天在我们心里头就有的 要不然老百姓怎么说我心中有树呢 树在哪里啊 人 有人性 做一个人 如果不能按照人性去走 天诛地灭 天下无不识的父母 有这回事吗 可是传那么久呢 可见也是我们解释错了 天下无不识的父母 不可以解释说父母都没有错 不可以 天下无不识的父母 应该这样解释 天下的父母基本上都是人 只要是人 迟早犯错 哪个父母没有错 但是你是他的子女 用不着你讲 你也不可以讲 这才是正确的意义 我再说一个故事 日本有一个华侨 非常会下围棋 围棋高手 他下围棋 没有人下得赢他 一位教授就请教他 你下围棋下得这么好 有没有一定赢的妙计 他说没有 就下围棋很难 会下到最后不知道谁赢谁输 那个教授说我有 我绝对不会输的 他说你这么厉害 他说我不下 我不下怎么会输呢 这样各位才知道 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小孩子在外面打架 受伤回来做老爸的人一见面 就是一个嘴巴掌打过去 外国人都觉得我们太残忍 不会教育小孩 其实我们才是对的 我们才是有智慧的 各位你的小孩在外面跟着打架 打输的 然后接着出血 满身大汗哭哭啼啼的回来 你是安慰他 还是出手打他 当然要出手打他 你打他什么 打他说你打不赢人家 你为什么要打呢 你不跑回来啊 全世界都不懂这个道理 他们总觉得他打输你要安慰他 你安慰他他下次更乱打更输得厉害 老子是有智慧的 所以老子很感慨 他说我讲的话很容易懂 大家为什么都听不懂 我讲的话很容易做 为什么他都不会做呢 这他的感慨嘛 道就是我们的本 后来我们把它通俗化叫做良心 这样各位认识到 诸子百家 其实讲的道理都是相同的 只是用的话不一样 这样各位才可以了解 为什么老子开中明义 第一章就告诉我们 道可道非常大 就是这种方法 我们可以认识到